歡迎大家第一次收看回到過去 你買過什麼波衣系列 我自己除了玩具之外 波衣都比較喜歡買的一件東西 都買了不少 今次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籃球偶像格蘭希爾 在活室的波衣 事不宜遲 大家可以看看 我現在手上這一件 就是96、97球櫃的波衣 大家可以看到 是今張 是多個球櫃才會有的 這件就是 Trapion 48 尺寸48 如果當時計算48 應該是加大 現在48 即是新出Like那些 就是大馬 講漏了 我手上這一件是落場版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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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字 是有三層的 這個落場版 當時的落場版就是這樣 前面 整個Logo 就是染印來的 90年代很流行 大Logo 有雪山 有大鷹 那樣 你可以這樣問 為什麼我會喜歡格蘭希爾呢 當然 他有好球 可以這樣說 就像現在的 stripped 很大 我不要說是弱化版 我可以把我獎賞 因為是有獎賞 另外兩件呢 都是Trapion 的 粉絲版 另外這件 是白色的 以前的球衣呢 在NBA 分得很清楚 白色是主場才會穿的 作客才會是深色的衣服 現在不是的,分到很暖的 作客也是白色的 同樣都是尺寸48 粉絲版 粉絲版全部都是印上去的 可以看到 粉絲版會在NBA Logo下 有TRAPION的秀章 粉絲版跟落場版有些分別 像旁邊一樣,這裡還有一條尖 好像這件落場版 TRAPION的粉絲版 絕大部分都是尼龍的質料 也有用過反光料做粉絲版的歌衣 另外一件 就是紅色 在希爾新秀球櫃 的款式 即是壞孩子時代 的款式 這件是紅色的 這件是歐洲的2-5印的TRAPION 質地都是不同的 用了2-5印技術 球衣和那些字是一體化的 不怕你放在洗衣機的話 都會洗掉色 不過我大部分的BOSS3 都是用手洗的 因為用手洗才可以保存 下機有很多風險 這件是染印 這件是大馬 歐洲用的TRAPION的粉絲版 其實希爾也有很多榮譽 因為他雖然傷了 他也是名人堂成員 那些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希爾受過重傷 又在NBA 又沒有拿過冠軍 又成績又說 不是很突出 為什麼都會入到名人堂成員呢 可以說回去 在大學時期 到黑大學的時候 在191、192年 連續兩年 都幫助大學 拿到NCAA冠軍 以及那於1996年 奧運 他全獲得金牌 這些等級 Guo самое 只是這些位置晚間 都以提醒名人堂 所以都很正常 因為很多球迷 只剩視NBA成績 其實名人堂除了NBA之外 還有其他的球員有什麼成就 來評定能否入到名人堂 就是這樣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第二天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舊球星的球衣 因為我主要都是有舊球星球衣 新球星又好像新出Like的球衣 我就一件都沒買過 現在有好就有出到MM系列 譬如像這件白色那樣 Fans版 沒有了旁邊的線 MM有出過 有的 原汁原味一點 看看有機會買一件白色的 甚至是紅色的 因為大頭馬除了86 都有紅色的版本 好 今天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